字幕善逸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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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虑眼镜 AKA即將破產啦 OK 終於來到大家敲碗 非常期待 我也非常期待的 身體訓練 字幕善逸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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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是非常期待 因為我覺得 我跟你們是非常像的 就是大部分我們都不是一出生就非常有錢 所以呢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去 每天都去吃到一些比較豪華 然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這樣的料理 我相信每個人在學生時期一定都有一段 就是想要努力省錢的事情 花的最少吃的很飽就是 努力的省錢存錢可能想要做什麼事 所以我非常開心能拍這個一週吃一萬元的計畫 那今天是第一天 我上網查了一些新北啊台北就是比較貴一點的美食 說真的就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常吃這種昂貴美食的人 完全不知道要吃什麼該吃什麼 所以我想說不要這麼麻煩的去找了 現在想吃什麼就去吃什麼 所以我現在非常想吃烤雞 我剛剛就查了一間烤雞 但它只能外帶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去然後把烤雞帶回來吃 GOGO 要去拿烤雞之前我突然間很渴 那我決定喝星巴克 星巴克對我來說其實除了那種買一送一 我才會偶爾去買之外 我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在喝星巴克的 可能半年喝個一次而已吧 那如果現在我選擇喝一些什麼清茶什麼的 真的是CP值太高了 沒辦法我們要達到一週一萬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該吃什麼該喝什麼 畢竟我是吃路邊攤長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該吃什麼 所以我現在好我就來星巴克 OK我買了一個新冰了 然後我看那個蛋糕很好吃 我就又買了一個松露蛋糕 OK 好 那我們現在去拿烤雞 好 好了 我要回家吃了 現在講一下這餐花的錢 新冰的160 那 蛋糕85塊 烤雞500 所以這一餐總共花了745 那我們來吃烤雞 先把它拿出來 好燙喔 哦 耶 大家看一下這個烤雞 體型還不錯 兩隻手是抓不住的 哇 哇 這從哪裡嚇走 先來一個雞吃 嗯 皮是蠻脆的 它這個夠鹹 很OK 很脆 可是其實是好像沒有雞搞完 整個搖啦 這個時候就是要整個搖 太爽了 太爽 真的很油耶 我來吃一下它這個雞腿 哇 厲害 這雞腿肉超棒 超軟 它真的是皮乾脆的地方有脆 然後肉也是很軟爛 來吃一下雞屁股 嗯 不錯 這隻我會給 8.5分 好 那我要繼續吃這隻了 好 超級飽 飽到不行 我覺得我今天這餐就夠了 那這樣我真的是花的有點少錢 沒想到花錢吃東西 有點困難啊 喔好飽 等一下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買過星巴克的蛋糕 所以不知道 嗯 咖啡松露蛋糕 是它的名字 嗯 欸 喔 脆脆的 它上面幾成非常的軟 那下面是脆的 硬的 所以它 軟 然後蛋糕 然後硬的部分都有 這好好吃喔 這很好吃耶 這有85塊的價值 這非常好 這非常好 而且它 一週要花一萬塊吃東西 著實有點困難啊 接下來幾天 可能會想要嘗一些高級餐 一餐兩三千的話 可以就把這個平衡回來 今天是一週吃一萬的第二天 那我們剛剛預訂的那個 葬壽司 但是 真的是人 有點不多 所以 我們要到九點多才可以去吃 那 現在就來 再喝個星巴克 真的是 兩天喝完 一整年星巴克的料 我們買個星巴克也要拍啊 它 這樣 這樣 影片比較久 新冰的 特大咧 本來不想拍 只是它真的 特寫一下 它長得蠻漂亮的耶 而且它還幫我畫了一個 好吧 笑臉 沒什麼好特別笑 我沒有喝過抹茶的耶 有一種 60塊的 抹茶拿鐵 是這個味道 80塊啦 10塊 80塊啦 80塊 80塊 是 完全不知道自己叫的什麼 對 就80塊啦 不錯不錯 還是下鮪魚 就是鮪魚 這個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煙烤的不錯,是炙燒的 炙燒鮪魚 這個不好吃,魚卵 還不錯,還不錯小顆的 通常是蝦軟,但它是柳葉魚 好軟 本店限定,一個就要八十塊的 黑鮪魚上褲肉,還是中褲肉 跟其他的,剛剛那個鮪魚不一樣 剛剛那個好吃,長得很特別的 半熟蛋 還不錯啊 只是這個味道就是 醜飯 17.40的加一盤60的,總共等於 704 780加740等於920 我只花了一千 七百不到耶,我還有五天要花 八千三百塊 我們來到 好的,我們要來抽這個 轉蛋了 五盤可以換一個抽獎 到 吃吧 一顆抽 欸 我沒有 啊 欸,這個動能 這動能,不對吧,這個動能 欸欸欸,美來魚 是誰 是誰 今天是一週七晚第三天 那今天一樣,我真的是每天都只吃一餐 真的都是睡很晚那種 那今天呢,剛剛要買一杯飲料 但我就不想要寄了 OK,風有點大 那今天吃,突然想要吃夏木尼 我這輩子還沒有吃過夏木尼 所以我決定來吃看看夏木尼 好,Let's go 是七爆酒 是七爆酒 七爆酒味 快點 他醬不錯 沙拉 我個人最喜歡蒸蛋 這個蒸蛋上面有一點松露 有一點昂貴的味道 起司洋蔥 還不錯 送人牛肉捲 這蠻好吃的欸 松露的香菇的沙拉 我很喜歡這個松露欸 因為它的薰包果很多汁 主餐是這個沛膩 很軟 然後很甜 很熟的整個味道也 牛味也很厚 每次有檸檬米燒我都會狂喝 柚子他要加柚子 菁花蝦炒飯 出不意料的好吃欸 他飯很軟 然後夠鹹 他吃完飯之後吃這個甜點 是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他其實是吃得飽的 因為他的麵包跟他的飯 其實都可以無限續加 而且重點是 他肉是分兩次上 所以我第一次吃完肉的時候 然後我就續了三杯的那個檸檬冰沙 結果他又給我來第二次肉 結果就是超飽 然後喝了七還是八杯的那個檸檬冰沙 整個用餐是還不錯 可是比較尷尬的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空間 比較難像像現在這邊 甜點我有一個位置可以講話 我為什麼會選蝦木梨是因為 我看過台客的一日鐵板燒食物就是蝦木梨 這個整個不只是東西食物 重點是他們就是在你面前 然後就是做那些鐵板燒 是非常好看很漂亮的 膚身也是非常基石 他看到你的飲料沒來 就會問你要不要喝飲料 看到你的麵包沒來 就問你要不要吃 看到你的飯沒來 就問你需不需要再來一碗 這一餐是定久領養一層服務費 好 那今天一週吃一晚第三天 我們吃了一間199 目前還是稍微落後一點的進度 那接下來幾天可能會挑戰一些火鍋 今天是第四天 前三天加起來花不到三千啊 我發現呢問題就是我一天只吃一餐 那今天呢一樣喔 我還是一天只吃一餐 這個作息非常差 所以呢沒有辦法 我們今天是一天只能吃一餐 所以今天來這個 野人火鍋 KID的店 他們這邊有和牛 所以今天當然就點最貴的 1980 然後我再加了一杯飲料 40塊 再加了一個魚 60塊 所以是2080 還要加一加一層 2288加前面 快三千 欸? 五千多塊了 OK我們四千五千多塊了 這輩子沒有吃過和牛啊 這輩子沒有吃過和牛啊 喔 直接吃 不太對吧 只幾片 所以一片快要兩百塊耶 第一次吃A5的啊 很和牛耶 我也不確定和牛的味道 這個 感覺很和牛 加點這個醬 喔 它是那個 荊棘 我覺得原味比較好吃 可是可能是前幾片 後面可能要加點這個 叫的 鮭魚 嗯 不錯 接下來 我不要再拿 縮食 交給縮食 吃飽就把它都隔了 然後結束 你就 喔 喔 然後隔了三十幾 欸這樣比較 超強的 欸好欸我來吃吃看 我現在吃超飽 然後就 我沒有 我不會打隔耶 超浪費時間的一段 好啦反正就是 第一次吃和牛啊 整個是 還沒蠻OK的 今天這個 第四天這個 一週吃以外 它在野人火鍋 今天是第五天 那昨天晚上 翻譯的時候 在看這個 日本牌 結果它在播那個 炸豬排 然後我就整個非常餓 所以我今天 就決定要來吃炸豬排 那今天挑的是 金剛聖針 之前已經吃過金剛聖針了 那我覺得還不錯 我點了最貴的 里基豬肉套餐 520 加上單店的牡蠣 210 再加上玉子燒 跟茶碗蒸 980 再加一層福倍 98 所以是1078 有吃超過1000耶 OK 我還有3000多塊 最後兩天 我已經想好大概要怎麼吃了 我很喜歡它這個 它這邊這個 沙拉 芝麻沙拉醬 真的很開胃這個 重點之一 茶碗蒸 茶碗蒸片水還不錯 其實長得蠻帥的 而且它每個上面都有不同的 這個醬 一點檸檬 一顆起司啊 我吃不出那上面的醬是什麼 就是牡蠣 也蠻多汁的 噢 這吃 這吃完回去會變變狂 這是他們的 黑豚里 雞豬排 昨天看電視就是很想吃豬排 很燙 而且這個重點是 它這邊有肥肉的部分 肥肉的部分很爽耶 豬排裡面有肥肉的部分真的很棒 再來是玉子燒 我從來沒有點過他們的玉子燒 我先倒點醬油 醬油有點加太多 它中間有這個軟的部分 蠻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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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後的甜點 喔 飽到不行 叫太多了 這真的每次吃都超抹茶的 超級高 那這就是今天第五天的 一週吃一萬 那我們還有三千多塊 剩下兩天 今天是一週吃一萬的倒數第二天 我昨天真的是太淺了 今天本來想要去吃一些 米其林一新的日本料理餐廳 結果有的是 動輒就要五千塊以上 有的是我打去問 完全都沒有定位 我一直想說今天定位就可以 沒想到 今天早就都被定滿了 我打了三四家都失敗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在附近找一間 日本餐廳 單點一些高價位的料理 我真的有人吃日本料理耶 先吃壽司 然後去吃和牛 然後最後又吃豬排 然後今天又要吃日本 又是日本料理 好 那我們現在出發 這是安康魚乾的 很鮮 不錯啊 這個很超補 鮭魚很溜耶 然後這個是 鮭魚卵手捲 整個裡面都是鮭魚卵 鮭魚卵 鮭魚卵 第二天吃的那個 整個是有差 這樣都是 雖然也不錯 就是這個鮭魚卵跟鮭魚 還有剛剛那些 都非常新鮮 鮭魚卵那種想要再加一點 那個鮭魚卵可以再一個嗎 嗯 太好吃了 重點啊 鮭魚 這鮭魚是我吃過最 最花開的 這一片要三百多塊 不是蓋的 這真的是 我 這真的是我這輩子吃過 欸 它這真的是最花開的那種耶 就是一進去 然後它就整個綿密 完全綿掉那種 不知道怎麼講 很屌 真的很屌 真的很屌 生魚片吃完 接下來是吃這個 壽司 壽司的重點就是 師傅有 手工的這個飯也是一個重點 醋飯可能蠻緊實的 這是一分錢一分貨 在這個時候真的是體現出來 我剛剛看到它有在炙燒這片 嗯 感覺非常不一樣 烤焦的焦香味 配上這個魚味 太油了太油 這真的很油 魚肉味噌湯 魚肉的味道 非常 多 這種味噌湯是 好喝的那種 鰻魚壽司 很普通的壽司 很不錯 好我現在吃完了 那整個用餐非常 非常愉快 而且老闆老闆娘的態度也都非常好 我這樣 點一點吃一吃也吃了2800 我本來想要吃的是米其林一星餐廳 那些都是無菜單 那這個是有點菜單 點菜單其實也不錯 現在像我吃了 黑鮪魚 我真的覺得 哇 我真的感受到什麼叫做入口即化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入口即化 我吃了一個黑鮪魚之後 一個雖然要三百多塊 但是我還是又多點了兩三個 好所以今天整天整個吃下來有吃了2800塊 大家好我是鯉眼鏡 今天是最後一天一天吃一碗 那今天我打算隨便吃 對 經過這幾天其實蠻累的 因為要跑各地然後查各個好吃的貴的好吃的美食 但其實對我來說就算是肉燥飯還是白飯醬油 或簡單的湯蛋花湯什麼的 我就可以吃得很開心很飽 畢竟我就是吃路邊鄉下長大的 最後一天我想說 我既然還有快一千塊了 那我就把它捐出去 捐一千塊出去給一些沒有食物吃的小孩子 我等一下到便利商店看一下 有什麼的機構可以捐 因為畢竟我可以一週吃一萬也是依靠大家 因為你看我的影片 然後有廣告費 至於社會用至於社會嘛 所以我也想說 那我既然還有一千塊 那我這一週也是吃得夠多東西 夠多想吃得夠飽了 也可以說是另類的達到一週吃一萬 我最後一節關捐出去 這樣也可以你們也可以算我完成這個一週吃一萬吧 好那我現在就去看有什麼樣的機構可以讓我捐出去給一些沒有東西吃的小孩子吃東西的機構 OK 好那我最後捐給了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祭家庭輔助基金會 好那希望這個微小的一千塊可以幫助到一些小孩子 不管是教育啊 反正就在他們成長方面給他們一些幫忙 好那結論的話 一週吃一萬對我來說要查各個地方啊 跑各個地方 就是有點累 大家如果偶爾有發薪水什麼的 有錢的話可以去吃這些東西 偶爾去吃一下高級料理 該不該花大錢吃料理的話 我想每個人自己心裡都有一個想法 那我個人是不一定要花大錢 就是簡單的東西我也可以吃得很開心 那偶爾可能花的貴一點去吃一些比較好的 吃一些比較高檔的 也不錯也不錯 感謝大家給我這個 一週吃一萬這個挑戰 我很喜歡 S3句話的是 一週吃一萬元 成功 好我是六眼鏡 喜歡這個影片 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開小鈴鐺然後按下喜歡 我們下次見 拜拜